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战场上 头盔是一件那么重要的装备 像一战那样的战争 大家用的武器都是差不多的 杀伤力也不像现代武器那么惊人的情况下 头盔是绝对可以救命的 所以一般在战场上 各国的军队虽然头盔都会有所差异 但是基本上都是要待的 于是有一个奇葩的国家 旧不新鲜 偏偏从来不带头盔作战 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其实在我们大家的印象里 印度士兵的头上 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头盔 就算是打仗的时候也不带 头上永远都是带着头巾 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头巾 为什么他们在战场上不带头盔呢 难道不怕丢命吗 原来在印度人们对印度教非常相信 也是印度的一种宗教信仰 认为只有奴隶才带头盔 所以一直以来 印度就拒绝带头盔 在印度人看来 在战场上 头盔根本不可能防止子弹 只要被子弹打中 照样能打穿脑袋 起不了什么作用 再加上当时头盔都比较沉重 他们认为上战场打仗 带着这样的头盔简直就是累赘 还不如带着头巾 轻巧还带着舒服 主要是方便 其实话说回来 的确现在的武器杀伤力 打穿头盔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但是有头盔 总会遇到那么一丝侥幸吧 比如子弹打到别的东西 再弹下你的脑袋 这个时候头盔应该是死不了 但是如果只是头巾的话 那保不准就真的丢命了